大家在买铸铁锅的时候 老板就会跟你说 你如果用铸铁锅煮饭 你还可以顺便补铁 听起来就觉得 不是非常科学 所以今天我就来做一个实验 买得到的铸铁锅煮出来 到底里面会不会真的含铁量比较多 最让我惊讶的是 这跟我原本想的是不太一样 记得不要用钢刷去刷你的锅具 它如果受伤的话 会有一些你不想要的重心处 容易跑出来 嗨大家各位好 欢迎到狸克太太 我今天是要来做一个实验的 这不是料理节目 所以你先不要急着跳开 右手边我准备了非常多 富含铁质的食物 有猪肝跟猪腰脂 还有番茄 为什么呢 等下大家就会知道了 我准备了三个锅子 第一个是不锈钢锅 第二个是铸铁锅 第三个是热炒电炒饭会有的铁锅 好那为什么今天要准备这三个锅子呢 因为大家在买铸铁锅的时候 老板就会跟你说 你如果用铸铁锅煮饭 你还可以顺便补铁 听起来就觉得 不是非常科学 但是我上网去查了一下之后 发现的确比较贫穷 比如说伊索比亚 他们有孩童 长期有贫血症 他们就鼓励那边的人 用这种铁锅来煮东西 因为他们不像我们 可以轻易的去买到红肉吃 他们发现用铁锅煮食物 让铁更容易被取得 身体的血红素也会跟着上升 所以今天我就来做一个实验 买得到的铸铁锅煮出来 到底里面会不会真的 含铁量比较多 所以这是我们的控制煮不锈钢锅 不可能会释出铁 除非它有什么问题刮到还是怎样 个人的好奇是 热炒电的铁锅跟铸铁锅 同样煮完这个富含铁质的食物 到最后里面含铁量会不会是一样呢 煮完之后会是SGS送茧 煮饭的过程之中 大家不要当成是示范 但如果你真的觉得我煮很好的话 回家试我也是不介意的 这样我就会很有成就感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吧 750毫升先倒进去 好 再来就是煮的环节了 我们来吧 好我们现在三个锅三个一样 750毫升的水 我现在同时来开火 先不要说别的 快炒电的这个导热最快 第一个滚 难怪这有效率 大家当然要用这个炒啊 所以第二名水滚的呢 是不锈钢锅铸铁锅比较慢 但是同样的它保温也比较久啦 这个是必须要帮它稍微说一下话 为什么呢 因为我常在猪蝶锅糖糕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我觉得是这样 营养满分的 呃... 呃... 出干腰籽 蕃茄果汐汤 我再稍微让它出一下 哇! 吸血滚会尖角 因为这个满满的铁味 我都闻都闻到了 好了我们现在就有三碗 好吃营养又补铁的 猪肝腰籽 番茄汤 有没有人要试喝啊 现在要来装带送SGS了 装带完之后 我会马上把它冷冻起来 如果你想要补铁的话 就算铸铁锅 讲它可以有比较多的铁质 它也是三架铁 需要高温啊 酸性的植物 把它融出来之后 再被转化成二架铁 人体才能吸收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要补铁 你就直接吃红肉 如果你是吃素的人的话 那你吃到非常多 含植物性铁的 就再补充 VC含量多的那些水果嘛 就可以帮助三架铁 转化成二架铁 更好的吸收 现在要来冰冰箱啰 放到冷冻去 搞定 现在手上热吞吞的三份SGS的检验报告出来了 结果真令我震惊啊 接下来整理一个表格 阿嬷牌铁锅 日本铸铁锅 还有普通不锈钢锅 它们的铁啊 隔啊 铜啊 隔 基本上 它的PPM测出来都是差不多的 阿嬷牌铁锅 它的镍是0.07ppm 那铸铁锅跟不锈钢锅是0.03 就是有一倍的镍 但是因为它真的很少 我不觉得会伤害到什么人体的健康啦 不锈钢锅的铝 0.22ppm 相较于铁锅的0.15 铸铁锅的0.14ppm 是在略高一点 最让我惊讶的是 阿嬷牌铁锅组里面验出来的铁含量是68ppm 铸铁锅跟不锈钢锅组是42.4跟44.5 可以说是非常接近 这跟我原本想的是不太一样 我原本以为是铸铁锅组出来的 会含有比较多的铁 看来呢就是我养锅养的非常好 因为你平常油涂在铸铁锅上面 会形成一个油膜嘛 那那个油膜可以帮助你去隔绝铁锈啊什么的跑进去 养锅养的好 你可以得到铸铁锅的好处 又不会去吃到铁 毕竟我们要吃红肉或摄取铁是方便容易的 那阿嬷牌铁锅组多了50%的铁出来 所以你真的很需要铁的话 阿嬷牌大铁锅去弄个什么炒饭来吃 我相信你可以吃到比较多的铁进去 但我不确定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得到铁的来源啦 如果你是日常吃素的话 那我建议你吃这些含有铁质的青菜或是什么 你就再配上一些富含维他命C的水果 比较酸的水果 就可以帮助你铁质的吸收 如果你有铸铁锅的话 大家还是会想要避免吃到有铁味影响食物的风味嘛 你就避免加进酸性的食物 尽量不要加红酒进去会破坏那层油膜 就让那个铁跑出来了 那如果锅子生锈怎么办 来换一个 没有如果你就是很喜欢那个锅子的话 你就把那个铁锈把它弄掉之后 再重新涂油保养就好了 铁锈应该很容易抠掉吧 然后记得不要用钢刷去刷你的锅具 它如果受伤的话 会有一些你不想要的重新薯容易跑出来 结论就是如此的出乎意料之外 所以家里有铸铁锅的人 要记得好好的养锅 你就不会吃到铁 如果你真的想要吃到铁的话 那就配点维他命C吧 今天就这样呢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帮我按照你们分享 如果还没订阅的话 请帮我订阅一下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宗憲 不吃吗 不吃看看吗 都这么辛苦 工作 大家要不要补一下 我个人最近没有瓶血了 可能还蛮对的 补一下 欸你啊 你看起来一脸就是瓶血的样子 来你喝一口 我不敢好恶心喔 你喝一口 你喝一口